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四月即将大选的这个巴拉圭 候选人已经提前放话说 他选后要和大陆建交之外 瓜地马拉斯这个六月份 也要来改选政府总统和国会议员了 也让人担心这邦交可能会生变 问题是吴钊燮先前在宏都拉斯断交时 不是说盘点过了邦交都没有问题吗 那现在外国媒体已经提前警告了 到时候万一又被断交的话 难道蔡政府又要怪人家 见利忘义了吗 立文 这句话我不知道要听 吴钊燮讲过几次了 但后来通通都有问题 而且什么叫做盛下的邦交 那个外交部长 连一个最基本的外交辞令都讲不好 多难听啊 什么叫做盛下的邦交 你是盛下的 我觉得吴钊燮讲话 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要相信了 那如果后面又断交呢 那吴钊燮会不会下台呢 好像也没有人care了 好了 金融时报 你总不能告诉我说金融时报 又是俄罗斯的同路人吧 总不能告诉我说金融时报 又是阿公我派来了吧 好啦 金融时报 英国的权威报纸 而且真的是西方 跟这个美国非常 态度非常友好的 这个很重要的报纸 讲说啊 哎呦 唱衰台湾 说什么五六月的时候 台湾恐怕会丢掉更多的邦交国 连瓜地马拉跟巴拉圭都被点名 那这次瓜地马拉的总统 真的是又帮蔡英文上了一堂课啊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就是中华民国 看讲了理直气壮多么好啊 看人家跟我们建交的时候 我们就是中华民国 一个中国 跟我们的前总统马英九 讲的也是一模一样 只有民进党当作听不懂 好 那么呢金融时报就说 如果连瓜地马拉跟巴拉圭 都没有了的话 那总统也不用出访了 以后呢 也没有什么过境美国的 过境外交了 好了 所以西方的外交官 普遍都认为说 这会非常严重的动摇 台湾的民心士气啊 他们低估了 民进党这个 死猪不怕开水烫 那么呢 还说啊 会强化了 大陆挑战台湾主权的努力 哎呦 你看看 怎么会帮阿贡讲话成这样啊 金融时报啊 怎么回事啊 啊 好 所以咯 不是在野党在唱衰台湾 这就是一个我们面对的严酷现实 而当权的执政党要拿出办法 而不是打击台湾的民心士气 强化了大陆挑战台湾主权的努力 所以你民进党根本就在帮大陆嘛 好啦 看看 这就是我们的助匈牙利代表干的好事 波文 说啊 他去参加匈牙利学校的国旗日 把中华民国国旗适带去了 带去什么垫在这里啊 你有没有一点点外交尝试啊 你怎么把国旗当桌巾啊 垫在食物下面啊 这有没有一点点尝试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是谁干的好事呢 刘世忠 刘世忠是谁 刘世忠是赖清德的副秘书长 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 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 你这样子在民进党里头 所栽培的所谓国际事务的人才 就是这样吗 这我真的是看不懂啊 他到底是在宣扬重敬我们的国旗 还是在践踏我们的国旗 我知道是看都没有啊 好 那么最近呢 在我们的外交单位呢 又传出来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悲剧啊 那就是3月10号的时候 我们驻巴西办事处的组长 王化之罪楼身亡 那么情节呢 跟当时发生在关西的 这个罪楼身亡有一点类似 为什么呢 就是说啊 因为他的遗孀发了公开的声明 洋洋洒洒非常长 把内容以及巨细迷遗的说了 他觉得他的夫婿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亲生是因为受到了委屈跟冤枉 那么呢 他指控说是他的直属长官 误导风向 才说啊 他的亲生是因为跟旧情未了啊 跟前妻啊 的一些情感上的纠葛 所以忧郁啊 而不是工作上的压力 当然他现在的妻子看了是非常的厌不下去 所以呢 就写了很多的 写了陈情书给很多的单位啊 他说 先生在生前的时候 曾经说过不愿意草率的去和销什么 高达四十万美金 巨额的官邸修善费 所以对他的长官 花这么多钱去修官邸 他觉得他要去经手 他没办法和销 而因此遭到了长官辖院报复 而意图栽赃他是贪污公款 因此呢 他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的压力之下 才选择了亲生 好 那现在家属呢 当然是非常的悲愤 说啊 这位组长呢 曾经录音以名制 那么他也 请问他的长官 部长吴钊燮 有听过这份录音吗 他们有向上级来表达 那上级到底有没有采取行动呢 好 现在外交部的说法是说 当时这笔所谓的修缮经费 当亲生的王组长到任之前 已经和销结案了 换句话说 不是经由他来和销的 那么至于他跟主管的互动 还有出纳金是否短小 仍在调查当中 那么换句话说 王组长呢 也是有被调查的 好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不是可以真相大白呢 那么前外交部的官员就说 外交部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官僚的做法 就是要把责任又推到外交官个人的身上 俨然就是大阪苏启成事件的翻版 所以当时发生了这个苏启成事件的时候 全国华然都认为一个这么优秀的外交官好不容易栽培到今天 结果没有想到却为这样的一个事情亲生真的是非常的不值得 也非常的不舍啊 那么到底责任归属是谁 那现在呢会不会死者已矣啊 那么对于活着的人不敢真的调查到底真相有没有办法还原 可不可以还原真正的公益呢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外交部又蒙上了这一层阴影 不过还是再次的强调 真的不要随便亲生 一定要爱护珍惜自己的生命 不过我们回头来看吧 英九到大陆绿营不是不断的抨击他矮化吗 被矮化了吗 但是到底是谁在矮化中华民国呢 现在就传出啊 祝匈牙利代表刘士忠 在社群上啊 他自己抛出了一张去参加国际学校的活动照片 说要推销台湾小吃 结果网友就发现了国旗日啊 我们刘士忠到底把中华民国的国旗放在哪里呢 结果竟然当成了桌巾铺在桌子上 上面还放了其他的东西呢 对比其他的国家全都是把国旗悬挂起来 就只有匈牙利代表处觉得 可以把中华民国的国旗当成桌巾铺桌上 那刘士忠以前呢 是赖清德市府的团队成员 而且还当过民进党的国际事务部主任 到底是因为他从来不是外交官出身 所以搞不清楚外交礼仪呢 还是因为绿营本来就不把中华民国给当一回事 因此呢 也不用去管了这国旗当成桌巾 有关系吗 汉婷 这个先从马英九谈起 绿营先前讲说 马英九如果不讲中华民国 这是中共同路人 但现在讲了中华民国 绿营又说你看这跟中共唱贺 这绿营塔利班是不是有 对吧 这怎么讲他都有问题 都跟中共唱贺 所以民进党自己才是中共的同路人跟代言人 那马英九多次讲中华民国 尤其今天还在重庆博物馆高喊中华民国万岁 那绿营的媒体呢 要么视而不见 自我装瞎 不然呢 就是完全扭曲 曲解 然后一昧的去说 什么大陆的宪法 那马英九讲的明明就是中华民国宪法 但绿营却视而不见 所以真正在贬低矮化 打压中华民国的正是民进党 及其附庸组织 所以呢 反观 这个民进党一直在强调说 要有所谓的对外空间 马英九在大陆就是在拓展 我们中华民国的空间 可是呢 民进党呢 这所谓的拓展空间 竟然就是把我们的国旗当成捉金 不仅是不登大雅之堂 而且简直就像是民进党呢 把李普给绑架之后 拿到赎金 又把李普送回家 叫李普到家了 这也像是尊严他妈 叫尊严呢 去做家事 是尊严扫地的行径 所以民进党的这种种作为 完全是颠倒是非 套句这个前民进党重要 这个操论文人的话 是非可以这样子颠倒吗 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 所以呢 这很显然就是很不恰当 跟不适宜 那难道整个官员 或者是叫接待的人员 都没人发现 不能够这么做吗 那到底大家脑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外交到底是怎么学的 后来我们才发现 原来的所谓的 驻匈牙利代表刘世忠 以前是赖清德的手下 那也难怪了 这民进党的支持者 以前都一直把中华民国 当成所谓的流亡政权 对中华民国的国旗 没什么感情 或者蔡英文跟赖清德 本来讲到中华民国 牙齿嘴巴也都会卡卡的 所以自然而然呢 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还记不记得 谢志伟 应该在前年吧 国庆日的时候 他摇 对中华民国的国旗 说他很吐血 对 就是有这么一群人 来担任我们的外交官 我们的外交不失败 那也奇怪 那更奇怪的是 我们竟然放任这种 违宪违法的人 成为我们的执政者 所以未来一定要下架执政党 既然说 这个把国旗拿来铺桌巾 这样是在行销中华民国的话 那我们也要行销蔡总统 这总统预造 不知道可不可以拿来当桌巾 不过先前的宏都拉斯 和我们断交 绿喊着说 要和理念相近的国家 来发展实质的关系 那言外之意就是说 我们的友邦 都想着要来跟我们要钱 不见得是理念相同 但是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 就引用了西方外交官的看法 蔡政府要和更强大的国家 来实质交流 但是这不能够取代 真正的邦交国 因为邦交国可以定期 为台湾发声 为中华民国讲话 而且没有了瓜地马拉 或是巴拉圭这样的友邦时 我们的总统 完全没有办法出访了 这势必会动摇 台湾的民心士气 那蔡政府先前一直说 全世界抢着跟台湾做朋友 怎么会连西方主流媒体 跟外交官都不看好 蔡政府现在的外交方针呢 施老师 如果可以我先补充一下刘士忠的部分 刘士忠应该算是扁的人 所以他不算是新朝 他应该没有加入新朝 也就是说扁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赖神他当市长的时候 他做城市外交 他旁边没有外交人才 所以拜托他来 然后赖清德去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大概基本上就被冰冻起来 在外贸协会 新南向类似 不过他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他在 应该是在马总统的时候 在去美国待过一年 就是拿美国人的一笔钱 就是去那边 某种程度就是人家想要了解他 因为民进党外交人才不多 所以有点摸过头加持 但是小英好像不是那么喜欢 因为他不是嫡系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瓜里马拉总统讲的 这个就是说 他们承认的就是 这个中国 一个中国就是 就是Report of China 那倒是真的 因为我多年前跟李傅到巴拉玛 去访问的时候 我们去参加一个就是台湾村 就是我们出钱的 那小朋友都很高兴 然后他们一直在喊 新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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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奇怪为什么讲新南 因为我们Report of China 西班牙话 China就是新南 所以我原来是这样 所以真的没有错 他们承认的这个国家 是中国这样子 我必须要这样讲 那当然 当然对他们的老百姓 可能是有一点就是 搞不是很清楚 有困惑 那我们再提一下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中美洲 交的那些朋友 有时候那些钱 早期都不晓得跑到哪边去 搞不好就是他 就是他的小孩子 在美国在哪边的 那个户头里面 而且那个时候 有时候我们还帮他 训练震报等等那些东西 其实那些国家老百姓 对我们印象 其实是不好 坦白讲 长期而言就是说 我们这几年 我不晓得后来 我们是不是有在做一些 所谓医疗等等 可能会有一些改观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现在很多那些 有的邦交国 其实两大块 一块就是南泰 南泰是因为 搞不好是美国 或者日本有邦 因为过去它是日本的 这个所谓的托管地 然后接着就是中美洲 中美洲就是美国的 香蕉共和国 就是言听必从 不过我会觉得说 他这样讲没有错 就是说有时候用钱用在刀口 但是他们就是 你竟然可以买的 对不对 别人也可以跟你买 对不对 价码可以更高的时候 那交朋友是真的是要 你知道诚恳在一起 不应该是靠近 床头精进怎么办呢 那所以我发现 现在民进党 他们要做的是中欧跟东欧 目前这个价码 那我们看到是捷克波海 这些东西 那过去最早是马其顿 但是现在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时候我们答应的那个投资额 那个额度是相当高的 那如果没有到位的时候 加上政权转移 然后又因为大部分是 双手转移跟内阁制 可能就是政权就改变了 一下子就没有了 就是我想就是说 人家其实那个算盘是打得很精 就像红土豆是很不爽 所以你为什么给中东欧 给那么多钱 我们才给一点点 我们还是跟你们那么好 所以他跑的也是不爽 是有道理的 OK 好 那接着就是说 我要讲一下就是说 其实真的要讲说 有进展的时候 其实还是实施外交 实施外交还是钱的来往而已 投资的来往而已 然后他们就来 来台湾玩一玩 但无数对他们来讲 是不伤大雅的 我说真的美国真的要帮助我们 我说真的要帮助我们 就学科索沃吧 科索沃因为当年要加入联合 我们在南斯拉解体 大部分的那些六七个国 都加入联合股 这剩下科索沃 那科索沃也是因为俄罗斯 跟中国的关系 因为他担心还有其他的骨牌效应 所以都会背隔嘛 就是否决 但是呢 后来小布希就说 Enough is enough 就是够了 有嘴 说得不好 所以呢 他就承认了科索沃 所以目前大概就是 世界上有一半联合国的整眼 承认科索沃吧 美国都有那么好 我买那么多武器 你那一天到晚就说 赶快啊 你们很多要加持实质的 WHO等等那些东西 自己就躲在最后面 叫白人去死 你那些国家说 我就不是你的酒头狗 对不对啊 所以中央关头的时候 美国还是考虑他国家利益 他真的对我们那么好吗 其实我觉得 民进党真的是一个潘烂 如果说要是这个情况的话 也得是拜登承认中华民国 对不对 如果你去跟拜卡骑好 有什么用呢 不过外交状况不断 上个月还传出 我住巴西圣保罗办事处 有一名王姓组长坠楼身亡 他的遗孙很拨满当地的办事处 带风向说是因为感情因素 他上网爆料先生的死因 说是因为不想要帮这个处长 来核销 1200万台币的官邸修缮费用 遭到辖院报复 才会导致憾事 我国住巴西圣保罗办事处 禁报一名王姓组长 上个月10号在当地坠楼身亡 第一时间外交部还想低调处理 不料死者遗孙大爆料 直遗先生是被高层霸凌 逼到坠楼致死 遗孙发文向外交部长吴钊燮讨公道 爆料先生死因不单纯 疑是因为不想帮当地的代表处长 草率和销一笔40万美金的官邸修缮费 将近台币1200万元 而遭到处长辖院报复 意图设计栽赃贪污公款 控诉先生遭霸凌含冤而死 死者甚至还录音以明志 问部长听到没 这笔费用这么的高 到底用途在哪里 要花到40万美金 外交部应该要给一个明确的交代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因素在里面 王组长自始至终 不曾经受也不曾参与该案 于女士在公开声明中的指控 或许有误解 外交部的同仁都是从基层干起的 而且都要通过国家考试 20年历练应该各种场面都见得很多 那除非遇到特别非常大的刺激或压力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一双写公开信 说是因为王组长不愿意和销 一个1200万的官邸修缮费用 结果呢 长官想要诬陷他 栽赃他贪污 甚至他还嗆吴钊席部长说 你听到我先生的录音了吗 好 外交部现在成奇说 没有没有 这笔钱不是王组长和销的 在他之前就已经结案了 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但是有退休的外交官就痛批说 这根本是苏启成案的翻版 如果外交官 我们外交部都好好的来调查这些事件 没有人在推卸责任的话 那请问一下 人家家属为什么要写个公开信来爆料呢 为什么蔡政府执政之后就平民发声 外交官必须要觉得自己好像一定要带以死名制 这样一个事情的发生呢 难道又要带风向说这些全部都是假消息吗 施誠哥 当初苏启成这个案子 法院已经定案了 我们那个卡神杨慧如 就是用高雄组带风向 让这个苏启成想不开 结果总共只罚了五个月 医科罚金十五万 苏启成这个案子结束了 我觉得我们这些优秀的外交官 这些人都非常优秀 可是刚刚施老师 很多来宾都讲得很好 我们现在的外交工作都是酬庸 酬庸 谢志伟是不是酬庸 谢长廷是不是酬庸 包括刚刚这个刘世忠 虽然他是所谓的外交人员 问听看做这种事情 然后这些所谓的外交官 都目前就是根本不承认这个国家 他们不承认中华民国 然后连国旗 刚刚这个立文讲了 谢志伟看到国旗会觉得恶心 这是我们现在的外交官 所以你说这些人 我想请问一下外交部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好 我请问你 请问这个王之化 是王之化吧 请问他为什么会想不开 你跟我讲 你要把我查出这个结果 你说对前妻的怎么旧情未了 你拜托好不好 你是找谁想这个令人作恶的点子 你在开什么玩笑 一个优秀的外交官 因为对前妻的旧情未了 然后就想不开 你到底是谁有毛病 我们这些优秀的外交官都被打压 这个案子我认为还有追下去的必要 修一个官邸要40万美金 你是干嘛 里面放金马桶吗 乱七八糟 奇怪 民党处理各种案子都很贵 修个弄个这个棒球场 从3亿变成12亿 然后弄个怎么关底 修缮不是盖 必须要40万美金 然后又我们一个优秀的外交官就这样没有了 请外交部给我们个解释 不然的话你看 我们根本就没有在外 没有在外交做外交工作就算了 然后我们就外交 优秀外交人员一个一个这样子 就消失了 然后什么赵一翔这些仇庸 对不对 赵一翔没有经过外交特考 他可以去当华盛的这个政治组的组长 真是莫名其妙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外交工作 外交就是仇庸 所以所谓外交工作 根本没有在做任何工作 这笔钱不是王组长核销的 可是外交部没有否认 有花了40万美金来修缮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